各位, 继续, 旁边在拆楼 但我终于看到, 越拆越低, 就会拆光 希望以后的影片, 不会有点停停停的噪音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喇叭 就是这一对 我们忍不住, 先拆了一些箱子 你不认得这个 你都一定认得这个 这个就是 Key Audio Key Free 找了米乐影音 Edmond 帮忙 已经起了脚架 大家好, 我们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未去片之前, 先和大家重复重要信息 就是未来2019年6月7、8、9日 端午节假期, 尖东富豪酒店和帝宛酒店 有少帝feverSound.com 主办的 第四驾香港影音博览器流动音响战 到时或贴地音响, 精品音响, 特价软件 4K家庭影院等等 今届主题就是家居音响 无论是大家居、小家居都有一个假居音响 适合你、适合你、适合你、适合你 到时见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 Key Audio Key Free 这个产品就是刚才说过 之前已经试过了 但其实Key Free的特色 就是可以是一个很小的form factor 相对小 然后它可以做到一个大型喇叭的音量和规模感 上次试的时候, 未能够试到尽 因为墙幅其实不太大 但它轻松得不得了 而且上次试的时候 因为它的设计上比Studio 用 所以家用感觉上不太方便 所以他们现在出了Key Control 再加上Franway更新了之后 其实整个设计已经非常完善 可以家用了 所以这次我们试一试它 这个喇叭 看上去就好像没什么特别 它前面有两个单元 然后旁边左右割一个单元 后面有两个单元 全部中低音单元和低音单元都是六吋半 但其实它有六份的Power Amp Power Amp 就是N-Core Hypex 设计的N-Core 250 瓦的模组 这个Class D 的模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非常不Class D 的声音 六份Am 六份电子分音 六份Monoblock 推出六个单元的设计 要留意因为它是DSP 控制 所以向后的两个低音和打侧的两个低音 双位已经经过运算 其实发声方向、发出来的声音方向 都是向前的 你在后场只要放一个合理的空间 例如说可能放在两尺位 已经是可以给它好好发挥 旁边的两个单元也是一样 不代表它旁边一定要有很大空间 它旁边也只是大 但它一尺多位已经可以了 所有单元都放满了 但全部的单元发声都是向前 向前就容易弄很多了 因为它增益大了 所谓Analog 你听到的感觉呢 喂 稍等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Key 放在这里 屁股向出 我可以说一些屁股 不用再弄它 这个位置很难看 如何可以让它 行不行 我帮它斜着 好了 要拍近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线要先用Low Profile 特别是电源线 圆形的插头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用IEC 一定要用方形的 然后你会看到有什么教 很简单 这里有两个Lob 这两个Lob 其中一个是教EQ 有图在这里显示 这里也有教Bass Boundary 现在这里全部是先教Frag 然后你会看到有Key Link Key Link 有一个In 一个Full Out 用来控制两个左右扬声器用的 你会看到只有XLR的插头 其实它是一个Digital Analog 都得的插头 屁股就是这麽简单 喇叭的测试之外 我们还要试换键控制 键控制很简单 一条网线就完成了 而且因为它是PoE 所以整个Key 控制的供电都在网线里取得 Key 控制有一个挺好的功能 就是它的介面 它的USB 已经可以支援到DSD128 DSD128 最高 所以如果你的解码只吃PCM 因为是专业的世界只吃PCM 如果它吃了DSD的话 就会有一堆SACD 或DSD 材料 它都可以不需要经过扬声器 或者不用用WUN 弄过 都可以接收了这个信号去做处理 它整个控制都丰富了 这里我们可以试试 看看究竟Key 控制有什麽材料 可以控制 OK Key 控制有什麽可以玩? 基本上 进入是很简单的,全部都是竹屏的 对不对? 按一按一按,转为Source 按Enter,进来的了 就会看到是Master Channel 哪个是Master? 其实你可以自己设定的 我全部的ASD View 都是左边 就有Left Left,Right,Left,Right 出回去 接着这个Boundary EQ 跟机器上的一样 不过这个就用数码控制更加精准 Conture Tone 这里亦可以看看刚才的EQ 可以让你设定 好了,XLR Input 现在是Digital 其实在机内后面都可以拍掣 但这里是Override机后面的拍掣 输入是数码和Analog都可以在这里 Auto Stand By 这个Menu 如果不是的话,它没有数码自己会认识的 机前那盏灯 究竟是光动、光还是暗 几光、几暗都可以改变 Advent Setting 大家可以看到 Mule 时是小声音的多少 这里Latency 要谈一谈 Minimum Latency Except Minimum Latency 这个就是最短的时制 如果你要来看Visual 就按这个 否则音会有少少延期 但如果你要追求最高音质 其实应该可以用Except 其实差很少 不过你看画面不可以延期 延期有多少 Fire Adjustment 也有 这个是上位 正上反上 这个你可以看到 如果爆了,它会有灯亮给你 Remote 其实除了跟来的Apple TV Remote 之外 你也可以讨论 有其他Remote 的话可以讨论 不需要用Apple TV Remote 完整的 更好 他可以使用的 如果它是在 我给你 你发现 anyuk 你会讨论 DXB 好 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 它内部会做DAC 如果您用的话 变相 大部分旅客 都不需要另外再买一个DAC 因为你付到重新规定 它最后也要转为Digital 好了, 说一下声音 上一次试 发觉它的效果真的相当优秀 但也有它的不足 它的 Analog In 的 Gain 不太足够 所以动态上好像差一点 但今次的 Frame Update 之后 Analog In 的 Gain 阶段就够了很多 所以 AD 的转换 你会听到听感 与Digital In 的差距 就小了很多 如果你说我听 Analog 也完全没问题 Ki-Fi 其实如果大家在展览里听过 都会知道它的声音是很大声 完全不失真 这里也是一样 面不改容, 无动声色 你听不到声音有半滴失真 或者有压迫感 它是只有你长承受不了 又或者只有开到你承受不了 它是完全承受得到的 因为它是可以预设到一个这么大的音压 所以当你听一个正常音压的时候 其实它是表现得很好 有印有余的 即是你买一辆车 它的车可以终极开到300kg 你开八几kg 其实很轻松, 控制得很好 但对方向你买一辆车 终极是84kg 你开八一kg 就差不多轻松了 所以同一样的音压 在一个有空间有Headroom的喇叭上 你会听到它是一个很松容不逼的表现 我目目目究竟て寥吏尿吹尾 那马焰的消聚 以往Studio Monitor的特色 从来都不会去关心 到底它的声场的深度是要求如何如何 但这对喇叭 它不单止是有顾及声场的表现 而且声场表现非常优秀 是可以轻松地做出前后有距离 上下有高低的3D声音图像出来 所以这就是发烧友对听的东西 所以就算是一个传统的音响发烧友 听到这个声音 都不会觉得他做不到 视频观察的东西很触碰 或者弄得很前 或者气势不够 没有这个问题 Tone No Balance 再一次地是属于中性 你听得到的声音令你投入受惠于 它的声音非常多细节、密度、定位准确 3D 领那种逼真的感觉 带你到音乐上 就不是音色带你到音乐上 而且因为它从数据开始吃起 所以你可以用线材或者其他附件 去调教声音的空间也不大 在不好的角度去看 就是你没得调声、没得玩这些东西 好的角度去看 其实你省了不少钱 就算是一个很高要求 人家也会完全收货的一个系统 还有就是它的样子 因为这么多款DSP的喇叭 其实看起来都很Studio Monitor 但是这个喇叭 就是最不像Studio Monitor 最能入屋的样子的喇叭 今天和大家介绍Key Audio、Key Free 加上Key Control 的一个hold system DSP 喇叭的测试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们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住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通知 好,下次再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